各位爸爸媽媽,送子女去外國讀書 每年最少要50萬 是否一定會讀得輕鬆些? 是否一定會學會自立? 是否一定會有國際視野? 還有,英文是否一定會好好? 這麼多個是否,就讓我抖領都不用去幫你看看 一連兩集,我將會去體驗不同類型的英國學校 有傳統英式氣派的,有現代多元化的 還有頂尖大學的搖嵐,看了先,慢玩想,錢來的! 你小時候有沒有幻想過去外國留學?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過一套劇《內田有紀》 那時候我很想讀他的學校 因為那套校服很漂亮 你真的很有大致和想法 當然啦! 我小時候一定會覺得外國的雨光特別大 一定會覺得,哇,去那裡應該很好玩,讀書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學到 哦,都是玩多,是嗎? 是,我很膚淺的 在談論的學校 中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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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